大桥上挂着一头牛 它慢慢向下移动 越来越长 一头钻进水里 随后来到岸边 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大壮扭头一看 怪兽迈着二五八万的步伐 快速朝这边跑来 几个跳跃就追上它们 它长得跟大头鱼差不多 还有两条小短腿 尾巴轻轻一扫 就把人甩到河里 快速冲入人群中 女孩还在听音乐 下一秒就被怪兽抓走 它拖着长长的尾巴 迈着两条小短腿 不停地袭击着人们 他们躲到集装箱里避难 女孩回头一看 怪兽撞开门钻了进去 随后集装箱不停地晃动 几只手伸出来拼命求救 鲜血很快揽红了地面 大壮急忙跑了过去 河里打开了大门 怪兽一头钻了出来 看到前面的小胖子 快速追了上去 男人从地上抠下一块砖 紧跑几步旋转一圈后 扔了出去 正好砸中怪兽的脚 大壮伸手抓住指示牌 黄毛赶紧过来帮忙 用力一扔砸中怪兽的头 他非常愤怒 慢慢转过身来 嘴里还叼着小胖子 吓得两人连连后退 黄毛摔到地上 大壮定睛一看 怪兽把黄毛踩到脚下 他快速爬了出来 捡起地上的指示牌 用力砸中怪兽的脚 他疼得一声嘶吼 扭过头来看向大壮 吓得他转身就跑 可回头望向怪兽时 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 女儿正傻傻地站在原地 怪兽尾巴一甩 卷起女孩跑到河边 双手一用力跳到空中 一头酸入河里 快速游向河对岸 大壮紧跟着跳了下去 抬眼望去 怪兽正在清点占利品 然后卷起女孩 慢慢潜入水中消失不见了 他来到排屋口 一步步爬了上去 把猎物带回老巢 用尾巴卷住 慢慢扔了下去 仔细一看 这里的食物还不少 而女孩正躲在下水道中 他拉开男人的衣服 拿出手机给老爸打了个电话 大壮接到电话后 知道女儿还没死 可刚说了两句 手机就没电了 他把消息告诉佛波勒 可他们根本不相信 没办法 只能自己去找 可找了半天都没发现女儿 与此同时 大桥下伸出一条长长的尾巴 来了个后空翻 抓住铁架后 又翻了一个 两人急忙向前跑去 可怪兽紧追不放 没一会儿就追了上来 把两人放到老巢后 就离开了 小美摇了几下 没一会儿男孩就醒了过来 大壮他们回家吃点东西 突然老爸看到了什么 仔细一看 怪兽就在家门口 他拿起AK 慢慢伸了出去 一枪打中怪兽 没想到他快速冲了过来 此时顶住集装箱 挖开瓷砖 脚下一用力 集装箱就翻了个跟头 老爷子举起AK 就是一枪 怪兽一声惨叫摔到地上 他们爬出来查看情况 怪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小弟举枪就射 怪兽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向前跑去 他们边追边开枪 可怪兽奔跑速度太快 没一会儿就来到大桥下 抓住柱子 快速爬了上去 尾巴缠住桥梁 他们急忙开枪射击 一枪都没打中 而他们的子弹都打光了 怪兽趁此机会露出身子 一头钻进了水里 老爸接过大壮的枪 想跟怪兽决一死战 没一会儿怪兽就钻了出来 老爸举起枪 扣动扳机 发现没子弹了 他挥手跟家人告别 怪兽用尾巴缠住他的脚 用力一甩扔了出去 随后怪兽一个后空翻 跳到水里不见了 小美悄悄走了出来 发现怪兽正在睡觉 他拿起可乐 用力扔了过去 怪兽睡得很死 他紧跑几步 踩着怪兽的背 用力一跳 抓住绳子 刚想往上爬 突然松开了手 原来他被尾巴缠住 怪兽醒了过来 他一个飞扑把两人吞入口中 随后慢慢爬上岸 这时机器启动 打开开关 冒出无数绿色烟雾 怪兽挣扎几下后 没了动静 大壮急忙跑过去 掀开怪兽嘴巴 把两个孩子拽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 怪兽醒了过来 小帅扔出燃烧瓶 怪兽节节败退 想要逃跑 男人趁机倒下汽油 怪兽张开大嘴 喝了起来 小帅扔出燃烧瓶 怪兽浑身是火 他不停地挣扎 想跳入河里 这时大壮出现 把钢管插进他的嘴中 怪兽就这样死悄悄了 最终男孩活了下来 一股白烟破土而出 围着男人转了一圈后 把他裹在里面 只见他张开大嘴 呼吸越来越困难 眨眼间 就成了200岁的老人 他之所以变成这样 是因为看视频 没点赞和关注 第二天 FBI前来查看情况 慢慢朝墓碑走去 突然一股白烟喷波而出 吓得女人瞪大双眼 连连后退 此时的白烟化成人形 张他嘴巴 快速朝女人冲去 FBI见此情形 一转身 钻进了车里 急忙向同伴求助 趁此机会 白烟趴到挡风玻璃上 顺着通风口钻进车里 女人看到这一幕 吓得瑟瑟发抖 这时才想起套钥匙 可怎么都插不进去 一紧张 钥匙掉到了地上 车门也锁上了 怎么都打不开 突然他张大嘴巴 白烟就钻了进去 下一秒 他就成了渣渣灰 同事收到消息后 立马赶了过来 可打开车门一看 座位上都是灰烬 白烟则悄悄缩了回去 他们找了半天 都没发现问题 大壮刚一离开 白烟就冒了出来 男人非常好奇 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随后白烟向男人冲去 用力一扯 他就成了粉末 只见白烟快速收缩 又钻进墓地里 随着白烟能量越来越强 他竟然冲破墓碑 逃了出来 快速汇聚到一起 跟龙卷风差不多 直冲天际 从远处望去 空中就多了一团蘑菇云 到了晚上 蘑菇云中冒出一股白烟 朝下方的警车冲去 突然喇叭里传来咔咔声 显示器数字不断跳动 大壮向外一看 白烟正好冲了下来 想往车里钻 他一脚油门踩到底 急忙倒车 这才逃过一劫 白烟这才缩了回去 随后就发生了 大规模停电事件 男人出来查看什么情况 却没发现白烟正向他袭来 射出一道光后 将男人的精华吸走 他就成了渣渣灰 地上只留下一双鞋子 为了对付蘑菇云 他们调来消防车 往里面倒入食盐 然后举起喷头 对准了白色烟雾 空中出现一股白色烟雾 眼看就要冲过来了 消防员急忙按下开关 没想到白烟方向一转 竟然躲开了 紧接着喷出一道闪电 顺着水流向小火攻去 又喷出一股白烟 因为看视频没点赞和关注 他就这样没了 随后又冲向另一轮 看到这一幕 人们急忙钻进车里 正在这时 一艘油轮向小岛驶来 不料一股白烟喷射而出 将油轮包裹起来 一道白光闪过 里面的人就没了动静 吃了这么多人 白烟越来越强 朝码头发动了攻击 上面的人可就糟了殃 眼看白烟越来越近 大壮急忙坐上警车 终于在最后一刻逃走了 可烟雾没想放过他们 竟然来到小镇上空 只见他一个盘旋后 幻化成人形 朝落单的小伙冲去 下一秒 他就成了渣渣灰 人们急忙回到屋里 用毛巾把缝隙堵住 而这时白烟也有了灵质 从未封死的缝隙里 钻了进去 女孩正发呆时 突然电话响了 是死去男游打来的 而他的手机还在包里 早就关机了 看到这一幕 他非常害怕 可还是按了接听键 头像就发生了变化 这时白烟早就涌了进来 吓得他急忙跑了出去 逃进车里 白烟随后追了上来 却为时已晚 女孩这才逃过一劫 男人跑着跑着 被白烟拦住去路 他方向一转 急忙朝屋里跑去 小伙想去开门 却被母亲拦住 其他人则把他控制起来 眨眼间 男人就消失不见了 随后两股白烟落下 随着通风管道钻进屋里 女人似有所感 张大嘴巴 将白烟吸了进去 他慢慢起身 一把抓住儿子 把白烟吐了出去 没过多久 能量吸收完后 他就成了灰烬 吓得其他人转身就跑 却被白烟拦住去路 一个个都死悄悄了 这还不够 他又喷出一道闪电 顺着高塔流了下来 通过电线传进屋里 一阵火花闪过 就钻进男人嘴里 眨眼间他也没了 二翠看到后 急忙拔掉插座 然后用发泡剂 将所有洞口堵住 又用胶带将通风口封死 可他没想到的是 白烟竟然通过下水道 从水池里钻了进来 一股白烟从水池里钻了出来 等女人贴完胶带后 发现屋里到处都是白烟 这可把他吓坏了 眼看烟雾越来越近 还幻化成了人形 他非常害怕 急忙拿起旁边的灭火器 对准白烟就是一顿猛呲 因为他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白烟就慢慢退了出去 难道这玩意儿怕灭火器 他紧跑几步 急忙将水池堵住 另一边 小美开车时 突然前面出现一股白烟 他急忙往后倒 而后面也被拦住去路 他们只好下车 向教堂跑去 白烟围着教堂不停地旋转 显然不想放过里面的人 他们急忙把门窗封死 正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男人刚按下接听键 顿时从里面射出一股白烟 他就这样没了 随后人们的手机都响了起来 这次谁都没敢接 神父刚想出去阻止 下一秒 白烟从插座里钻了进来 将神父吞没了 吓得人们纷纷向外跑 跑得慢得就成了渣渣灰 同时还要小心白烟的袭击 小美非常担心女儿 往家跑时 被白烟盯上了 幸好二翠及时打开了门 白烟还想从缝隙里钻进去 结果二翠拿起灭火器 就是一顿喷 白烟这才不甘地走了 大壮跑着跑着 被小帅一把拽入车里 他之所以坚持到现在 是因为手里有个护身符 只有他才能将白烟再次封印 可他们走着走着 白烟突然来袭 小帅自知跑不掉了 把护身符扔给了大壮 自己则被白烟吞没 随后白烟方向一转 朝大壮扑去 眨眼间他就被白烟覆盖 可下一秒 护身符冒出一阵亮光 白烟方向一转就逃走了 等他来到家后 迎接他的则是灭火器 他们经过分析后 决定把白烟引入地下 再用护身符封印起来 然后找来足够长的电线 用热气球把电线带入空中 大壮拎着灭火器走了出去 眼看白烟扑了过来 他打开灭火器就是一顿猛呲 随后边站边退 来到信号塔底下 眼看白烟越来越近 他把夹子夹到铁架上 下一秒 白烟顺着电线涌了过来 大壮强忍着几万伏高压的冲击 就是不松手 等白烟都引入地下后 他趴在地上没了动静 两人急忙跑过去查看 幸好他还活着 随后把护身符放到底座上 白烟又被重新封印 天空这才恢复平静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